可樂可以脫污,究竟是否真的 用得老多,白頭髮會多傷? 檸檬和蝦一起吃等於吃披霜 馬上學試學飛,破解謀誤 明辨真假 歡迎大家收看今集的學試學飛 我們由頭開始 Cut,第一場,第二場 歡迎收看今集的學試學飛 我們由頭開始 Cut Cut 導演,你幹嘛又要… Cut 又是你說從頭開始? 我什麼時候又說從頭開始? 對了,我們今集拆解的夢 是由頭開始 就是我們的腦,我們的頭髮 好,我知道 頭髮之後就到口 就說關於食物的是非 接著就到對手 就說關於家務的是非 沒錯,接著就到腰 我們就說鬚腰的是非 對,接著數到六至尾 那就數到明天吧 事不宜前,馬上學試學飛 讀書時經常跟朋友開玩笑說 等學等放學,放學喝可樂 其實不僅放學 逛街看電影吃飯去喝時 很多人都會喝可樂 不過可樂除了喝 還有很多用途 人家說吃糖和喝汽水的人 會不會開心一點 難道這個趕快是非? 寒天喝雪水,天滴在心頭 你不明白嗎? 什麼事?你說出來可能我幫到你 你對我真的很好,那你先答應我吧 人家說把鹽加在可樂上會比用薄荷糖 我終於找到人給我做這麼爆炸的實驗 謝謝你 不明白,不明白嗎? 可樂加薄荷糖 相信大家都在網上看過不少片段 那種澎湃的噴射效果令人欣賞深刻 不過可樂加鹽的情況又如何呢? 學是學非,明辨是非 今天我們試試究竟可樂加薄荷糖 你選擇更厲害還是加鹽更厲害? 梁家琪,你真是很大血 找這種東西來玩 最多這樣 我讓你選擇鹽還是薄荷糖 我當然選擇鹽 怎麼看它的化成分都沒有糖那麼厲害 試過才知道 是非精大作戰開始 我們分別用兩支一樣的試管 去裝著差不多份量的鹽和薄荷糖 裝滿了,放馬過來吧,梁家琪 好,怕你嗎?我先玩 你走得一次才好說 我剛剛走得一次才好 剛剛你一轉身我看到它的河流噴到 有幾尺高,這麼高度 你知道嗎?我完全是看不到 總之我聽到後面有一個噴泉在這裡 很像加鹽 你當然很擔心 很快 很快 而且已經沒有了滿絲可樂 最後對決 我們現在一起放薄荷糖和鹽 看看誰噴得比較高 而且走得快一點 來吧,1、3、2、1 我看到鹽噴得比較高 我完全看不到 我什麼都看不到 大家騎走得快一點 為什麼鹽加在河流噴得比薄荷糖 我最懂得玩,還不懂回答你 問專家吧 梁禮國教授分析不同物質的化學反應 大家都知道那些氣泡主要是氧化碳 鹽和薄荷糖可以給表面成核的地方 讓氣泡形成 所以它可以鋪上來,鋪得這麼快 其實薄荷糖和鹽的表面都有很多小孔 當遇到可樂的二氧化碳 就會迅速形成大量氣泡 令到瓶裡面壓力變大 造成噴泉的效果 梁家琦,清楚了,明白了,開心了 清楚了,明白了,很開心 那輪到你幫我做實驗吧 我玩完了,還要做什麼實驗? 都會跟可樂有關 我喜歡它 最近有網民分享 說可樂有十七種神奇功效 例如當護髮素用來洗頭 洗到頭髮粒粒粒 加上洗衣粉一起洗衣服 有助去除有織 還可以用來驅蚊 聽起來這麼誇張 我們學試學飛 還是嘗試用來洗硬幣比較實際 快點,拿出來 別裝作,有多少拿多少 你全都來了 好,好了 在未用可樂之前 我們就嘗試把舊硬幣 關上瘦的鐵釘和鐵鏟 用相片擦一擦來做對比 不過無論我們多大力擦 上面的污漬也不可以 好,我們就嘗試把舊硬幣 關上瘦的鐵釘和鐵鏟 用可樂浸一浸 看看能否發揮到去污的功效 好,浸好了 那你浸多久? 起碼一天 一天?那我現在就沒什麼做了 你呀,拿兩罐可樂進廁所再說吧 不是倒了它吧?這麼浪費? 有沒有人? 就在浸中硬幣的時候 我們就去到公司的藍廁 測試用可樂 用不需要脫下廁所的污漬 我們將一支可樂倒在有污漬的部分 浸多一點…多一點… 我似乎沒什麼功效 算了,Ali,走吧 好 好… 是否太壞了?嚇到人了 好,待會再回來 一個小時之後 我們再倒入可樂 然後輪流出盡力不斷拆 看看能否剩下污漬 結果擦絕不得也擦不掉 我們宣布放棄 好,三樣東西淹了可樂 導演浸泡了兩天, 看看情況如何 這個銀仔真的乾淨了很多 比之前… 對, 這個… 之前還有一些山手式 現在基本上有點凌凌的味道 就是說用來浸銀仔是有效的 看看我這個鐵釘 你這個? 沒有, 你看還是很髒 就是說鐵鏽是不脫的 最後看看這個橙 變成怎樣? 又是很黑 那為何這個銀洗臭可以令它乾淨 但這兩樣東西都不行呢 而且還可以洗廁所, 為甚麼呢 可樂, 大家都知道 裡面有咖啡、披薩 讓它放得久一點 另外最主要是酸性, 泄出液質 泄出液質是很多檸檬都會有的 檸檬酸, 五毫子是銅 如果它有黑色的東西 就氧化酒的銅 如果你浸在可樂裡面 可樂裡面的濕出液質 就可以將它還原, 變成銅 所以你看起來就沒有浸黑色 鐵釘而言, 氧化的鐵和氧化的銅 是有些不同的 但是當它浸在可樂裡面 也會有泄出液質 將它還原 但作有多大, 就很視乎它的時間 和濃度 大家都知道我們用來洗廁所 或是用哥士的, 或是用強水 比較濃的酸 可以洗乾淨的廁所的漬 但是因為可樂的酸性比較弱 就未必可以清除那些漬 因為可樂是屬於酸性 只是和某些物質產生化學反應 將污漬帶走 並沒有實際的去污功能 所以大家要明辨是非 不要盡信網上傳言 別這麼擔心, 家琪 醫生一定會幫到你的 真的嗎? 梁家琪, 請進醫生房 黃醫生, 你一定要幫幫我 黃醫生, 靠我去救家琪 你先冷靜點, 慢慢說 黃醫生, 我伸了這條白頭髮 家琪當然因為學士學非這個節目 經常要想是非題 弄得用腦太多, 所以長白頭髮 再這樣下去, 不僅僅家琪 可能我和阿里也會有事 那怎麼辦? 我們會不會第二天一睡醒 就整頭白髮? 不用這麼緊張 其實長白髮很常見 長白髮的成因主要分先天和後天 先天和遺傳因素有關 後天主要是四個原因 第一, 可能是營養不良 例如蛋白質, 維他命不足 第二, 可能有慢性疾病 吸引營養 第三, 荷爾蒙問題也會影響 例如腦下垂體和甲狀性敏暖 就會影響黑色素形成 最後當然是壓力大 精神很大的壓力之下 身體的睡眠不足, 就會有三白頭髮 有什麼方法可以減少三白頭髮? 首先, 我們要知道家琪 除了真的用太多壓力太大之外 有沒有其他可能性? 可能要有詳細的病理, 要問清楚 如果有其他, 譬如營養不良 或者真的可用的問題 我們就要對症一下去治癒 原來三白頭髮也不是不能治癒 我也比較放心 但黃醫生, 我想問 我這條白頭髮, 我要不應該拔? 人們說拔一條三條, 是不是? 其實我們的毛囊裡 通常正常人都有一條至三條毛髮 同時是一個毛囊出現 要看你本身的毛囊有多少毛髮出 如果拔一條, 裡面當然會出一條 所以不用太擔心 想想, 你還是不要逐條蚊那麼反 就把它剃掉 說不定, 你以光頭形象 可以殺出一條新的血龍 豬大容不宜, 我這次一剃 以後都會生不了頭髮, 又是光頭的 什麼?剃頭會弄得光頭嗎? 我還聽過剃完頭, 頭髮會越出越多 黃醫生 我想你們倆也有誤解 其實我們剃頭只是將毛髮 在頭皮上生長出來的位置切斷 其實不影響下面的毛囊 所以就算剃頭也不會變光頭 也不會因為剃得多, 會長多點頭髮 其實想想, 我要轉型 還不用剃光頭 其實我都可以留長頭髮走肉類路線 多數多一點, 長快一點 不可能 為什麼? 一, 你扮肉類 不可能 二, 頭髮梳多一點, 會快一點長 不可能 是嗎?黃醫生, 你說是不是? 其實我們頭髮的生長速度 跟遺傳也有關 也跟頭髮的生長周期有關 如果我們的血液供應好 其實頭髮會強壯一點 如果梳頭, 可能理論上 也會令頭髮的新陳代謝 或者循環好一點 不過實際上這個時間太短暫了 所以我相信梳頭也不會能夠 真的令頭髮長得快一點 黃醫生, 我還有問題想問 你覺得我染髮炎 金色好看還是啡色好看? 我也想問 究竟我彎好看還是藉口看? 你嗎? 嘉琪, 心穎 假裝你, 不如下次喝茶坐下來 慢慢聊吧 好 外面還有很多病人在等我 對不起…走吧 不好意思… 你真的很可愛 我今晚一定要抱著你睡覺 你真有趣, 很有趣 你真有趣, 不行 有這麼大的反應 你知不知道馬丹是怕海龜的? 你怎麼說的? 我們學是學非的粉絲嘉銘 他特意發電郵來告訴我們 說他看過一個旅遊節目 說過偏遠國家的小食店 要特地放海龜的標本和模型 他下午有些吃 進來搶一隻吃的猴子 是不是真的? 真的, 他們試過做很多次實驗 一拿走那些海龜的標本 猴子就會回頭偷東西吃 學是學非, 明見是非 猴子是不是真的怕海龜? 待會就知道了 我 옷utation和去過 處理那些綜合 好不好? 我幾乎是蒜 spindle, 他們的物ents 算是已經很少了 如果你把帶走上面去河丸 我看見吃 alguma Int compare 海龜有時候也挺健碩 如果比較身形小的猴子 可能被客人害怕了, 也不一定 那倒是, 但本來猴子 有沒有天地是牠一定會很害怕的呢 如果生活在樹林或非洲草原的猴子 最怕當然會看到獅子或老虎 明白了, 現在海龜可以親猴子 都說牠們不會看見面 這麼難得… 所以這麼多的呼拉圈玩雜耍? 什麼雜耍? 這些呼拉圈是用來修腰減肥的 我一次過玩幾個, 成效快幾倍 但是你的呼拉圈都掉在地上 你這樣修腰化行不行? 當然不行 雷Sir?我是否用得太少呼拉圈? 我再加幾個都可以 不是, 根本玩呼拉圈 是幫不了你修腰的 不是吧? 不是, 就是菜 玩呼拉圈真的修不了腰 因為玩呼拉圈 只是用我們身軀局部的肌肉 相比起大腿, 跑步用的肌肉 其實那個肌肉產生的能量消耗很小 所以玩呼拉圈 是沒辦法幫你有顯著的收腰效果 如果你真的想玩的話 要起碼玩到一小時以上 才會有一點點的效果 還有, 如果你的技術越好 就是說你的腰部動作越少 其實能量消耗反而還會減少 敷兩血不行, 沒關係, 我們有它 你去運動室又不是廚房 要拿保鮮紙出來幹什麼? 麻煩你幫我包包 你又不是燒傷、燙傷, 包什麼鬼 你等一下要幫我包一條腰 網上有人說用保鮮紙包著身體的部位 可以逐步減肥 你不是這樣也相信嗎? 又不對嗎? 對, 用保鮮紙包著身體的部位 其實是幫不了我們減肥的 這是一個誤解 因為很多人都以為 用保鮮紙包著逐步的位置 就會出汗、熱的感覺 就以為好像是跑步流汗的感覺 其實兩樣是不同的 因為跑步或做運動的時候 我們透過肌肉活動 燃燒足足夠的脂肪 令我們多餘的脂肪可以趕走 而包著局部的位置 其實是一個被動的做法 我們的肌肉根本沒有動動 那怎樣可以燃燒脂肪呢? 李Sir, 我經常聽女明星說 減肥瘦身, 不瘦胸 怎樣才能做得到? 你根本做不到 我知道我做不到 不僅你, 全世界人都做不到 因為瘦身不瘦胸 這個根本是個謀誤 所謂的胸部的大劑 其實在生理學上 很大部分是皮下脂肪的積聚 所以如果我們胖的時候 整體的身體都會脹 瘦的時候, 整體都會瘦 而胸部的大小是受兩個因素影響 第一個是先天性的遺傳基因 第二個是後天的飲食均衡 還有在青春化育期的時候 有足夠的運動 所以瘦身不瘦胸 這是一個誤解 這個不行, 那樣不行 究竟想減肥瘦身, 怎樣做才行? 健康減肥瘦身的原則 其實這是老身上談 對, 記住兩大原則 控制飲食和有適量的運動 明白了 再見 嘉琪 今晚吃寶貝, 好 我又去… 那不就要兩個了 好, 今晚見, 再見 又說減肥? 吃完這頓才減吧 先走了, 雷Sir 再見 再見 真的猜不到心穎美貌與臍衛病重 而且還能進廚房 今晚的他親自下廚 我覺得很感動 不用客氣, 我已經很久沒煮食了 煮一餐給你吃又怎樣玩? 檸檬我已經買了 還差點蝦味不賣 慢著, 檸檬蝦?你想煮什麼? 我菜單已經準備好了, 你看 兩個人, 兩菜一湯, 簡直是完美 西嶺蝦球普利, 紅燒肉菠菜豆腐湯 是不是聽到都流口水了? 我想流淚水, 真的 我也知道你不喜歡我 但我沒想到是這麼不喜歡 這麼情緒化, 又失戀? 蝦加檸檬油砍箱 濃茶加肉異便秘 蘑菠菜加豆腐生稠食? 房間傳聞食物錯配會產生有毒物質 嚴重的更加會拿你命 究竟以上食物配搭有沒有問題呢? 立刻找梁家昇博士解答 梁博士, 你看 心靈煮這種東西給我吃 你以為他是不是想靠它? 也挺豐富, 你怕胖嗎? 原來你怕胖 不是, 你看它的味道, 西嶺蝦球 人們說檸檬裡的維他命C 和蝦的身結合 會產生毒藥披霜 你最毒負人心 什麼披霜? 你為什麼拍攝故障劇太多了? 網上的勞傳說檸檬裡的維他命C 是一個還原劑 它可以將蝦裡面的身 轉化成為一個披霜 這個反應究竟能否在人體內進行 其實也是疑問 就算可以進行 我覺得也不用理會了 蝦裡面所有的新的含量其實很低 而其中大部分都是沒有毒的有機身 而可以轉化成為披霜的無機身 其實就是很低的 如果要達到你中毒的劑量 很可能你要一次過吃 一百公斤的蝦 才可以弄死你 這個我不跟你算 但你那種味道的普利紅燒肉 有些人說茶葉裡面的丹寧 跟肉裡面的蛋白質結合 是會減慢腸內餘動,會便秘的 其實這個也是沒問題的 丹寧酸 其實我們在化學稱為油酸 它跟蛋白結合成為一個 修煉性油酸蛋白質 可能在腸裡面停留久一點 減少腸的餘動,便便秘 你知道嗎?我們吃了肉 在胃裡面,胃酸已經分解了一部分 怎麼會在大腸裡面 變成修煉性的油酸蛋白質 其實你吃得多肉的人 都會減少腸的餘動 唯一補救方法 就是多吃高纖的食物 例如蔬果,刺激腸的餘動 便秘的風險自然會減低 你怕便秘?吃多點菜就可以了 我也有個菠菜豆腐湯 這個你真是最錯 你知不知道菠菜裡面的草酸 和豆腐的丹結合 會產生草酸丹,會有神結石 其實這件事在網上 和私家界都挺瘋傳的 我不知道為何你會知道 我不是私家 怎麼會知道 菠菜豆腐湯的草酸丹 已經在牆上形成了 它不會溶解 自然不會被人吸收 這樣便會經糞便排出體外 不會到腎裡形成結石 反而豆腐裡面的丹 可以減低人體吸收菠菜的草酸 令幻腎結石風險低一點 原來草酸和丹真的會結合 如果喝這個湯 想吸收的丹質,那就不行了 對,如果你以豆腐 作為主要丹的來源 就不要和菠菜等草酸高的食物 一起煮 那淨豆腐湯就行了,菜也省飯 你加個魚頭也可以,這麼沾汗 不過原來剛才那些 全部都是謀誤 對不起,怪錯你 我大人筆記小人過 今晚餐飯照吃呢? 好,很肚餓,幾點可以吃 蝦要醃三小時,肉燜三小時 湯油煲三小時,九小時就行了 零時兩點才有得吃 還是下次再吃,謝謝 但我買了東西了 梁博士,你吃不吃? 真可惜,我約了別人了 再見 不妨找一個 全民學是學非 我們現在向全港觀眾 責集是非主題 一常有似是而非的貿誤 街頭有看不慣的錯誌? 請將它們寫下、認下 郵寄或者電郵給我們 由我們幫你找專家解答 實行全民分享 由你報料的是非題 大家快點行動吧 你們知道最近看什麼最受歡迎嗎? 知道嗎?你們… 不 那就是我們三個是非證吧 真可憐 那是什麼? 而是我們學自好非的信箱和電郵 你看,兩個都爆發了 我們多受歡迎 我們今晚要通宵刷信和查電郵 你們…Ali,下集見了 想個是非妹 快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